各位观众大家好 本频道的观众里有人害怕乘坐船只吗 即使你并不害怕 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 有可能就会让你改观了 因为今天我们就要介绍 那些亲眼目睹沉船瞬间的目击者 所拍到的影片 说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Top10会为各位准备什么吗 你不需要担心害怕 我们将搭乘大船出航 这是一艘宽敞的三层救难艇 里面净是舒适的水疗设备 敬请安心欣赏沿途的景色 那么就赶紧启航吧 游船沉没 哥斯达里加海岸 你现在看到的影像 是拍摄于2015年1月8日 Pura Vida Princess双体船 在面向太平洋的 哥斯达里加尼克亚湾沉没了 船上有将近100名的乘客 他们原本预计前往 托尔图加岛进行一日游 那里据说是个海盗岛 但最后却没有人能够抵达目的地 对于乘客而言 那是一个瞬间降临的大灾难 但令人惊讶的是 许多乘客都迅速穿上了救生衣而获救了 事发后也有乘客的家属起诉了杜伦公司 但在经过调查后发现 这场悲剧事故并不存在人为因素的疏忽 杜伦公司坚称他们的船员训练有素 并且正确遵循了逃难程序 而这艘船也没有故障 一直以来都定期接受详细检查 造成游船吩咐的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 但大多数专家表示 天气就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往年这个期间 哥斯达里加外海通常都是风平浪静的 但唯有Pura Vida Princess遭遇不幸 船上的所有人只能任由船只 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带来的两米巨浪吞噬 而无能为力 接下来的影像是来自于地球的另一端 位置在寒冷的北风吹拂下的 楚科齐半岛海岸附近 俄罗斯渔船 CAPITAN BOSUNOVSKY 就在这里沉没了 2012年5月26日 这艘渔船在纳瓦凌角附近的 白令海上与冰山相撞 这个碰撞成了渔船的致命伤 事件发生时 船上约有90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该船的船员 幸好救援行动来得相当及时 幸运的船员们在寒风中遭受了可怕的经历 不过这艘渔船的船长 却因为这场事故而被判刑了 据法庭称 船长在知晓这艘船 并不适合行驶在冰山众多的水域的情况下 还是强行前往 才造成了沉船事故 由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船长只被判罚了14万卢布 刑罚相对较轻 以2012年当年的汇率来计算 相当于4500美元 这段影片虽然相对失焦 但看完后绝对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 在图中你看到的是乌克兰公司 Avin Shipping所持有的干货船 阿尔文号 影片拍摄于2021年1月17日 位置在土耳其巴尔滕省海岸附近的黑海 拍摄的当时 这艘船的命运已是一脚踩在棺材中 阿尔文号打造于1975年 或许正在观赏本频道的观众们 其中有一些父母的年龄 都比沉默的阿尔文号来得年轻吧 而即使船龄已经不年轻了 但船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阿尔文号是经过专家多次检查的 状况相当良好 霍伦沉默的具体原因 并非是维护不善或人为舒适 而是恶劣的天气所致 我们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天气状况 可以说是强风巨浪 而在事故发生后 许多人都认为 如果这艘船再新一点 维护得再更好一点 是不是就能够承受当天的巨浪了呢 各位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下你的评论 雷霆号沉船事件 大自然的灾害并不是造成沉船事件的唯一原因 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船员刻意为之的案例 在战争期间 常有因为打败仗而不得不将船只上交给敌军的情况 但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发生自毁船只的行为 雷霆号在犯罪史上就留下了这么一篇传说 在南极海域 有六艘从事非法捕鱼活动的臭名昭著的六强盗 而雷霆号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来一直都被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列入追踪清单 2014年12月17日 MV Bob Barker和MY Sam Simon两艘船 终于发现了雷霆号的踪迹 此后他们展开了持续110日 距离达数千米的追逐站 这同时也是对非法渔船的最常追捕世界记录 2015年4月6日 雷霆号船长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专属经济水域刻意自沉 很明显地 他们企图将非法作业的证据沉入海底 而船员们则是毫发无伤地从船上撤离了 前巡逻舰URIB-121的沉默 接下来的这段沉船影片并不是一场悲剧 相反的 这是一个包含环保活动家 以及墨西哥夏加利福尼亚州 罗萨里托的居民们 共同庆祝的瞬间 光荣退役的海军巡逻舰URIB-121 被故意击沉 而其意图却相当具有意义 昔日的战舰再次展开了他的第二段旅程 而这一次他会度过和平的每一天 URIB-121成为了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人工渔胶 珊瑚礁不但能吸引潜水爱好者前来 对于周边环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由于各种原因 珊瑚礁迅速减少 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更严谨的措施 就这样URIB-121身带使命 自豪地沉默了 当天周长和许多人都在海边募接了沉船的瞬间 各位虽然无法在现场观看 但船上装有数个摄影机 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 尽情享受独特的个人视角 这些进水的过程简直就像灾难电影的场景一般 当然没有任何人受伤 这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沉船事件了吧 MTS Oceanus游船沉默 你现在看到的影像是从救援直升机上拍摄的 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Oceanus游轮正在下沉 这场悲剧发生在1991年8月4日 堪称20世纪最后十年里最著名的灾难之一 这艘船沉默的始终 就像电影剧本一样精彩无比 甚至你在电影院看到这样的故事 可能还会觉得编剧过分夸大 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通常这种时候 编剧都会说上这样一句话 与其说小说好像是生活 不如说生活就像是小说 这个事件始于希腊游轮航运公司 Epirotiki Line的一连串不幸 1988年 该公司的游轮木星号在希腊沉默了 接着就在Oceanus游轮发生事故的两个月前 豪华旗舰游轮飞马座 也同样发生了沉船事件 乍看之下 你可能会认为该公司的介遇 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糕了 但Oceanus游轮从东伦敦到德班的航程 似乎受到了诅咒 首先由于船上有炸弹的假信息 他们决定延迟出发 等到之后终于能启航 驾驶这艘船的船长 Ianus Aranus却试图赶上行程 他将船舵转向危险的水域 以缩短路线节省时间 也不在乎这艘船的维修尚未完善 这就意味着舱壁对于海浪的袭击 显得相当没有抵抗力 Oceanus游轮遭到猛烈的风暴 和高达9米的海浪的袭击 船就像一根漂浮的木棍般 剧烈地摇晃着 此时电力系统也发生了故障 发电机房瞬间进水 并被淹没 感到恐惧的乘客们 前往驾驶舱寻找船员 但为时已晚 因为船长和船员们 已经弃船逃走了 船长甚至都没有通知乘客们 死亡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有趣的电影 总是伴随着命运起落 厄运 诺夫 以及像阿弗拉纳斯船长 这样的反派角色 但同时也会出现 拯救所有人的英雄 剧情的走向总是如此 对吧 一如既往 英雄在这个时刻出现了 这次的英雄 是船上的一群 英国娱乐工作人员 希尔斯和他的妻子特雷西 另外还有罗宾伯尔特曼 和朱利安巴特勒 虽然没有受过 专业的逃难训练 但他们齐心协力地 完成了所有能做的事 首先 希尔斯发出了求救讯号 其次 妻子特雷西和同事们 将船上的乘客聚集在一起 以便救援到达时 能够迅速撤离 最后就是美好的结局 尽管发生了 不敢置信的巨大灾难 结局却无人伤亡 所有乘客无一例外地 成功获救了 而Oceanus游船的残骸 目前沉睡在距离南非海岸五公里 离德班不远的海床上 喜欢潜水的观众 可以试着造访此地 但请务必小心 因为当地的洋流极其危险 以上这集影片 我们将以好莱坞风格收尾 在惊涛骇浪之中 终于迎来了美好结局 不知道各位观众 对这次的旅程还满意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请高抬贵手 按赞 以及按下订阅按钮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与鼓励 我们祈祷观众们的生活 是一个不存在任何意外 又幸福无比的故事 欢迎再次收看本频道 随时欢迎各位观众的利林 那就让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